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 恒指成分股将纳入京东集团 网易、华润、啤酒及新澳能源 蓝筹股总数由60只增至64只 另外 国企指数加入信达生物 提出中国恒大 成分股总数维持50只 科技指数没有变动 有关变动将于12月6日起生效